欢迎收看本期 我是大医生 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现场有一个非常怀旧的东西 为什么叫怀旧 手写都很少了 不要说手写信件这回事 这个油桶放这是干嘛的 这是油桶啊 不说我还以为是消防栓的 这个油桶啊 可不是一般的油桶 这里面储存着大量的信件 每一封信件里面都包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 这些信息呢 能够告诉我们健康状况如何 是否有得癌症的风险 也就是说这个油桶里面来的信件里面 包含着很多的健康信息 对 包括一些蛛丝马迹的提示 而且有一些信是夹急信 非常恐怖的 它有可能会告诉你 你身体已经发生了某种致命的危机 比如说癌症 这个信件是由谁发出来的 这些信件实际上是我们身体 发给我们的警告 问题是 我们很多人呢 对平时这些信件通常是不是很在意 你不去看它 这种隐患就会演变成一场危机 就会危及到你的生命 好 讲到这的时候发现 我们的身体已经发出了一封信 快去看看写了什么 我来看一下试图 里面有两封信 一封是红色的 一封是蓝色的 一个是2月6号 没错 这是2月18号 而且在这个2月18号的这个红色信封的背面 大家看还有什么 死亡的标志 蓝色的这个2月6号发出的是在春节前发出的 是不是意思说经过了这个春节 我们身体上有一些信号 比较危险的信号 而且我觉得既然是两封 一定是有对比 有变化 没错 这里面究竟是什么 那我来打开 好 是一个拨片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标着骷髅头的这个信封里装的是什么 同样是一个拨片 但是我们这样看 看不出来 要跟显微镜下 来 交给我 我们一起到显微镜下看看 这两张拨片有什么区别 我们首先来看2月6号 就是装在蓝色信封里面的这个拨片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2月18号 就是标着骷髅头那个红色信封里面的这个拨片 那我们把春节前和春节后的这两张显微镜图像 我们来对比一下 看看两者有什么样的差别 仅仅仅这么看的话 似乎看不出什么东西了 到底我们的身体发出的这封警报信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春节之前跟春节之后 这短短的十几天里面 这短短的十几天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染色之后 染色之后似乎对比就非常明显了 你看这个春节之前啊 这个蓝色的是不是更多一些 红色的细菌相对少 但是到了这个春节以后呢 这个情况发生了一个逆转 红色的细菌多了 蓝色的细菌减少了 金箍对比我们发现是军群发生了改变 那显然这军群的改变就意味着危机的出现 那么到底这个军群是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 换句话说是哪里的军群发生了改变呢 请大家注意看 今天我们在这有一个人体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待会儿大家就可以看到 亮红灯的地方 就是向我们发出预警的地方 我们看看这个亮红灯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发现亮红灯的地方是在我们的肠道 这两张示意图是我们肠道里的细菌 我们肠道里有千千万万的细菌 我们简单的把它分成好细菌和坏细菌 好细菌的话呢是跟我们肠道内共生的 跟我们人体是共生的 它是对我们人体有好处的 坏细菌的话呢是有可能导致疾病的这些 那显然红的是坏的 蓝的是好的 我们看到左边的那个是节前的 右边的是节后的 我们明显能看到呢 节后的我们红色的这个细菌呢就增多了 那就是一个菌群的改变 到底能有多大的健康隐患呢 过节之后这种隐患的话就会发生 这种隐患很多人把它不当回事 但是这种菌群的改变长此一绕的话 对我们人体会造成慢性的伤害 甚至可以导致肿瘤的风险 接下来呢张医生将用一个手术告诉大家 到底菌群失衡会有多大的危险 张医生现在是把病人的腹部做了一个切口 然后他要对它进行一下探查 把暴露出来病变的这个肠瘤管 你是要对它做一个切除是吗 现在张医生呢要把这段病变的肠瘤管 做一个切除 好已经切下来了 张医生你是想从这个肠瘤管里面取一些标本是吗 对我们把它解开一下 它的肠道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马上就会看到 大家看到肠道里面长了个东西 肠腔里面有一个突起的物质 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肿瘤 我们看看长了肿瘤的肠道里 它的细菌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图片放在这个拨片上啊 放在显微镜上看一下 好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放到显微镜下 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染色一下 然后呢把春节前春节后和这个得了肿瘤的细菌的图片一起来做个对比 就有一个很惊人的相似点就是我们看到春节后和肠癌患者的那个细菌菌群的图片很接近 没错 这好恐怖啊 我们肠癌患者 它的这个肠腔里面的细菌的构成啊 跟我们节后的情况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肠道的一些危险信号 那我们的肠道菌群如果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我们肠子以往的话呢 是有可能增加肠癌的风险 通过大医生现场手术和细菌取样观察后 我们发现此时此刻 我们的肠道菌群环境竟然与肠癌患者非常相似 可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肠道春节病 将会增加罹患肠癌的风险 那么菌群失调是如何伤害肠道 进而一步步将我们推向肠癌深渊的呢 接下来大医生带您进入肠道内部一探究竟 现在啊我们来到了人体的肠道 正常情况下这里面遍布着各种各样的细菌 只是我们看不见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带大家一起进入到肠道的微观世界 一起来认识一下那些影响着我们肠道的神秘的细菌 究竟是什么样子 在我的脚下铺满了这种荧光闪闪的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肠道的细菌 现在飞起来的这一个蓝色的 这就是一个好细菌 正常情况下这种好细菌是会铺满我们的肠道 它在肠道的表面聚集在一起 形成一层保护膜 保护着我们的肠道 阻止了有害物质进入到肠壁 而这种红色的球状的物质就是一种坏细菌 当坏细菌大量繁殖的时候 就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 让有害物质进入到我们的血液 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 蓝色细菌会形成一层保护膜 阻碍这种有害物质的侵入 当有害的物质进入肠道之后 这些有害的物质会想方设法 穿透肠壁进入血液 而恰恰是我们的这种保护膜 阻挡了这些有害物质的侵入 把它们弹回肠道 随着肠乳洞排出了体外 如果红色的这种有害的细菌 大量的繁殖又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我脚下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 蓝色的细菌越来越少 而红色的这种球状的细菌越来越多 这个时候 黑色的这种有害物质再次来袭的时候 情况就跟刚才不一样了 我们看到 这种黑色的物质会慢慢的渗透进肠壁 进入血液 而长期的有害的物质大量的进入肠壁 又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的肠壁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黑色 而且如果这种刺激 长久存在 很有可能会导致 肠癌 谢谢鸾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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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好奇啊 你这个去了一趟肠道 这个白大衣还能保持得如此干净 闻到气味了 我们的肠道菌群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那么肠子以往的话呢 是有可能增加肠癌的风险 同时呢 肠道内的菌群失衡 还会增加一些其他疾病的风险 很多脏气 很多脏气都会受影响 没错 那除了肠道之外 还有哪些脏气 会受到这种菌群失调的影响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到肝脏亮了红灯了 对 亮红灯的是肝脏 其实我觉得这个肝脏的事 应该很好解释 为什么 因为我们肠道所吸收的这个营养 首先第一个它会经过哪 门禁脉到肝脏 这是只有医生才知道的事 医生不说你不懂 没错 我们的肝脏实际上是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解毒的器官 实际上我们肠道里头的这个吸收的营养物质 还包括一些其他物质 包括这些菌群 它可能产生这些物质 它都要经过肝脏 所以很多毒素呢 经过肝脏以后 要分解以后 这样对木全身就不会产生影响 这个毒素如果很多的话呢 经过肝脏就会对肝脏产生损害 时间长了以后呢 就会导致肝硬化 会导致肝硬化 这种损害的话呢 是嫌疑默化之中逐渐发生的 往往不会被我们所重视到 而且肝脏一旦受到一定程度损害以后 还会连累我们的肠道 恶性循环 那么肠道能够有更多的毒毒物质 进一步伤害肝脏 那么会加重我们的肝硬化 那么肝硬化的本身 往往是肝癌的一个前兆 所以我们应该非常非常重视 天啊 这真是医生不说我们永远不会懂得道理 就是当肠道的菌群紊乱的时候 它还会殃及到我们的肝脏 那么除了肝脏之外 还有哪里会被波及到呢 请阮医生为我们接下 这次一下量了两盏的冰脑 对 肠道的改变还会引起 几个其他器官的影响 快 医生不说我不懂 离得太远了 肠道的菌群改变 它会引起这个动漫硬化 动漫硬化的话 就会影响我们全身器官 包括心脏啊脑啊 会引起很多疾病 心脑血管 心脑血管疾病 对 就是菌群紊乱 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管的健康程度 当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的时候 就会向我们发放一些信息 这些信息呢 包含了我们身体内部的情况 那么我们要识别这些信息 知道我们身体内存在哪些隐患 所以赶快来判断一下 到底我们的身体当中 我们肠道的菌群 有没有紊乱呢 刚刚过完春节假期 我们肠道内部 可能已经出现了菌群失调 而菌群失调 不仅会增加肠癌风险 还可能危及肝脏 心脏和大脑 那么如何自测 我们肠道内菌群是否健康呢 如何发现肠道疾病的蛛丝马迹呢 又来信了是吗 看 又来了一封 来看看 看这个比较薄 没错 这里面装的东西 分量比较薄 一看 还有四个字写的 肠道来信 还有危险信号 我们看看是什么 这个好奇怪 什么都没有 给了一个试管 空的吧 至少还有空气 秘密藏在这个试管里面 肠道来信 而且呢 像是空气 肠道来了空气 肠道里的空气 空气看 肠道里的空气啊 这个还没确定啊 要通过你判断来检验一下 我来还是不是 这个事我来吧 有股怪怪的味道 这个我们医学上专业叫排气 排气 就是放屁吗 对不对 这个我们以前还在节目里说过 说一个人正常一天可以放多少个屁 大家知道吗 12个还是11个 不止啊 不止吗 我特别想知道是谁去研究这件事情 这也是很科学的问题 对 就是查过什么资料上显示 正常人每天11个到12个是很正常的 对 12到18个都是可以的 真的吗 真的吗 18个是上线吗 平均下来的 那是算声音大的还是算没有声音的 全部算在一起 全部算在一起 我猜有时候是一串 这个怎么算 算一次吧 算一次 对对对 问题是呢 很少有人像王凯医生这样 那么专心的去闻一下他的味道 对 我这是又被导演给坑了 很少有人像王凯医生这样去闻 也很少有人像我们张医生这样来数 说一天数数多少个屁 这是一种科学的精神 但是恰恰就是这些气味和次数 就是我们身体发给我们的一个信号 没错 针对这个信号 我们还有一段小视频 大家来看一看 很多人都说肠道排气是可燃的 那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我们的肠道排气究竟是由什么物质组成 肠道排气的异味是从何而来的呢 说来说去 这个屁突然显得很神奇 我们来看看这个屁里面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信息呢 请看大屏幕 甲烷是可以燃烧的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视频当中 动作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但是证明里面是有甲烷的 还有氢气 氢气是可以爆炸的 氢气是可以爆炸的 氢气能燃烧 氢气甲烷都会燃烧对吗 对 这后面能够产味的 之所以屁可以燃烧的话是有原因的 主要成分的话呢 氢气占很大的比例 几乎占到一半 47% 另外还有甲烷 这两种气体都是可燃的 肠道里头的气是可以燃烧的 所以这样的在我们这个外科医生做手术的时候 有时候也挺危险的 上一世纪70年代 在美国做手术的时候 就是因为肠道气体爆炸 产生了危险 哇 我觉得这个事太可怕了 放屁有风险 用力需谨慎 哎哟 天哪 我们要说的是肠道向我们发出的紧急信号 怎么开始分析起一个屁来了 那么如果是肠道向我们发出的信号 是这一管气体的话 肯定要说明这管气体 或者说这个屁非常与众不同 那在我们大家来分辨的话 这个屁就是臭与不臭两种区别吗 其实更重要的是 到底是臭的屁好 还是不臭的屁好 如果是肉吃的特别多 或者是大蒜 什么那种新辣 自己的食物 对 吃的多的话 屁的味道就会比较浓重 那我觉得可能味道比较重的屁 会预示着肠道的均催发生了紊乱 春节后我们的肠道向我们发出的第二封警告信 就是肠道的异常排气 通过观察自己的屁 就可以一定程度上判断出自己肠道的健康 那么什么样的屁 是肠道均催紊乱的预警信号呢 大家都有体会 就比如说有些人说 我这想屁不臭 臭屁不想 这不是一个大家常说的话吗 那么我们确实是有两种 一种的话就是想屁 它声音比较大 而且味道上好像还好 但是就是那种 好像说蔫屁 而且就是显得很邪恶 这些节目是有味道的节目 对 其实我们刚才看了不成比 我们其实真正产生臭气的是那1%的成分 这1%的里面的话 全都是有味道的 什么饮剁 什么分臭素之类的 对 但是这1%的成分的话呢 往往能帮助我们判断我们肠道是否健康 其实这1%的气体的话呢 是我们肠道菌群产生的 我们吃下去的食物里面有一部分 是这些肠道菌群的食物 那么他们吃掉这些食物之后 产生了这些气体 所以是臭好还是不臭好 实际上这种气体多 是说明我们这些肠道菌群很活跃 它是在健康地生活着 跟我们 那么它产生这些臭气的话呢 说明他们状态不错 所以产生臭屁的话呢 并不是我们身体不好的一个象征 那就是谁放了个臭屁要说放得好 身体健康 在健康状态没有症状的时候 我们放点臭屁 其实也不用担心 臭味刚好是说明我们的菌群在正常工作 没错 好的 那么臭与不臭的问题解决完了 想与不想的问题 是想的好还是蔫的好呢 那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 请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气球 好 我们来模拟一下 我先把这个气球吹大 那么很多人呢 在吞咽了大量的空气以后 那么我们都知道 这个空气的体积占的比较大 所以这时候形成的屁呢 有一个特点 它的量会比较多 那么量比较多呢 它出来的这个声音就会比较的响 因为主要的成分是空气 所以呢 它就不臭 所以我们看一下 尾音也挺像的 这是一个小屁 我再来模拟一个蔫屁 医生们太有才了 刚才他说了 这肠道里面气多的时候 这个气多的时候 大部分是吞咽进去 另外一部分屁是哪来的呢 细菌产生的 你没有吞咽那么多东西的时候 细菌也会产生少量的气 细菌自己在工作的时候 它也会有吞吐 这种少量的气聚集在一起 它产生的是小气泡 不是它那个大气泡 这种小气泡一放开了 没收益 但是比较臭 但是比较臭 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 一天我们平均要放12到18个 12到18个 其中有三分之一左右呢 甚至更多是尼尔皮 所以也不要埋怨别人 我们每天 只要你是健康人的话 总会有一定的贡献 其实这个放屁 有时候跟我们这个饮食习惯也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吃这种豆类的东西 它会产生大量的气 吃萝卜 对萝卜 还有像这种菜花西兰花这种 它也会容易产生一些气体 所以吃这些食物它也可能会容易放屁 大医生提示您 在正常饮食的情况下 我们每天排气12到18次 其中三分之一 应该是有意味的无声排气 也就是尼尔臭的屁 那么如果一天放屁少于12个 甚至更少 又预示着怎样的问题呢 当你如果要是放屁的次数很少 或者是特别多 以及味道有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尝到可能就不健康了 这是有问题的 尤其是当我们的放屁量非常少的时候 这种情况下呢 往往是和疾病相关的 我们都知道有一种疾病叫长耿阻 疯死了 对长耿阻 耿阻嘛 就像我们交通上堵车一样 完全堵死之后的话 不管是屁还是变的话呢 都无法排出来 对要是没屁了还危险 长耿阻可不是默默无闻的 它首先会引起非常严重的腹胀 特别胀 而且呢会引起腹痛 肚子疼的话范围会非常广泛 而且不一定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长耿阻时间长了 我们的小肠和大肠都扩张得很大的情况下 导致我们肠道就会缺血 时间太长之后 我们肠子就破了 破了以后我们的分辨就流到肚子里 会引起严重的感染 这感染的话一旦发生 就引起高热 甚至全身虚脱啊 休克这种情况 所以长耿阻一旦发生 我们气面拍不出来 还出现了我刚才说的那些症状的 一定要及时就医 当我们的肠道军群紊乱的时候呢 我们的身体会向我们发出一封警报信 刚才呢 王医生已经带我们来闻了一下 这个警报信的味道 那么你还记得吗 是臭的还是不臭的 刚才那个 你说呢 很臭的是吧 好 很臭的证明我们的这个军群 还在正常的工作 所以不必担心 每天这个放屁的数量呢 是12个到18个不等 三分之一的是没有声音的 对 但是味道很足的 那么大家来回忆一下 在春节期间 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 带味道的信件呢 如果有的话 可能说明我们的肠道还可以 但如果没有的话 或者是有一些异常的话 一定要引起注意 因为说明我们的肠道军群已经乱了 注意肠道军群的紊乱 意味着身体其他部位 都可能遭到牵连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还有哪些信号提示我们肠道军群 发生了一些改变呢 又来了一封是吧 嗯 来看一下是什么 是古古的 古古的 比刚才那个还大 同样是肠道来信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 对 你准备好 一盘磁带 这个还行 这不用跑 对 这个我们是不是得有一个东西 听一听 还有什么 太处古了 对 这个到底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不是李医生的声音 我们再听一遍 不光是嗓子的问题 这不是嗓子的问题 就是你点在用力 跟肠道有关系的声音 这是便秘的声音 刚才可能观众都笑了 就对 这是一个便秘的 在用力的这个声音 对不对 对 懂了 这是一个信号 还有吗 这袋子里面呢 还有一样东西 刚才没有拿出来 来 王医生 实际上我们 实际上我们是用这个橡皮泥 来模拟这个便秘时候的便便 所以到底收到这样的信的时候 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们不如让观众到台上来感受一下 我们请那位阿姨来吧 哇 太勇敢了 欢迎 欢迎 这边有两坨大便 形状不太一样 但是性质是差不多的 咱们俩一块指着 好吧 看看能不能把它挤出来 我怎么觉得挤不出来 就是您平时有没有受到过这个便秘的一个困扰 有 大概多长时间呢 大概 几天大概就有一次 现在都不是几天了 我便秘好像有十几年了吧 便秘吧 就是特别的难受 你本身就是想去 可是你上不出来 可难受了 觉得特别逼 还是上不出来 最严重的说 有四五天吧 然后我都喝过那个血液 那是相当难受了 所以现在这个便秘的人都很多 尤其是老年人非常普遍 所以我们要看看对于这种有便秘的老年人 他的这个肠道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 我们就给这位观众做一个扫描 看看他的肠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来 好 我们首先给这位观众做一个腹部的扫描 放心 顶住气 别动 好了 谢谢你 我们这时候看到了 大屏上显示的是 这位观众的胃肠道 那么在他的胃肠道里面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他肠道里面的菌群的一个情况 我们接下来和肠道肿瘤患者当中 肠道细菌的情况做一个对比 非常相像 悦悦一眼就看出来了 非常的相像 我们便秘的患者的话 本身它意味着什么肠道不健康 肠道不健康的话呢 也包括我们肠道菌群不健康 菌群紊乱 征兆着我们肠道里面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的话 有可能带来一些疾病的前兆 比如说恶性肿瘤 长期大变困难的这些患者的话呢 他已经为发生肿瘤做好了准备 那么如果我们这些损伤 持续的不能消退的话 反复的伤害我们 就有可能逐渐的发展成恶性肿瘤 我们来问问现场的观众 以前就有便秘的毛病的人 咱们举手看一下 有多少人 有不同程度的便秘 就是便秘发生的原因 一个是可能这个粪便 在肠道内提留的时间过长 水分完全都没有了 它很干 另外是不是也说明 我们的肠蠕动出现问题 对 便秘的话有很多原因 其中你说了 有一部分的话是 肠道的动力发生了问题 那么我们老年人呢 这方面还比较突出一些 那么越运动的少 大便在肠道里存留的时间 就比较长 那么肠道本身是吸收水分的 那么待的时间越久 那么更多的水分被吸走 那么大便就更干 这恶性循环的话 导致我们粪便的话呢 排除是非常困难的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促进这个肠道的蠕动呢 我们的脑啊 可以指挥我们这个手去活动 对 伸右手 那你能不能去控制一下 你的肠道的蠕动 用脑子去控制肠道蠕动吗 对 能不能用意念 我首先说明我没这个本事 但是有些人认为自己 可以注一下力 其实是冒了很大的风险 失败了 特别失败了 而且还给自己增加了很多威胁 那么便秘一旦出现之后 我们要科学地对待它 不要用非常简单粗暴的方法 去对待 其实刚才还有一个录音带 我们已经听过了 就是努力地想要 把粪便排出体外的那个声音 那个声音意味着 我们在非常用力负压增加 在这么大强大的一个压力下 要把这么坚硬的一个东西 要通过我们的肛门排泄出来 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好 我们看到了 小心 这是一个模拟的非常坚硬的粪便 而且有很粗力的一个粪便 是模拟的我们的肠道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想上厕所往往是大便 几乎到了直肠了 想迅速把它排出去 但是它很干 我们加大负压 我们使劲用力的话 我们常年膜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这个红色的就是常年膜 实际上有的人在大便之后 就会出现肛门口带血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便秘的情况下 我们大便是非常干的 很硬 我们常年膜又是比较软的 那么很硬的大便的话 用力增加辅压 促进它排出的时候 在我们的黏膜和大便接触的这个部位 产生很大的压力 那么干硬的大便通过它的时候 就会损伤我们的常年膜 轻的情况下就会水肿 严重的话就引起出血 我们知道粪便里面是有很多肺物和细菌的 那么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的话呢 那我们的常年膜就形成了慢性的这种炎症 这些炎症的话 有可能就会逐渐演变成了癌前的病变 那么癌前病变其实我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慢慢发生 那么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们去医院呢 我们有症状了 大便里带血了 或者是我们腹泻 甚至我们排一些 我们不常排出来的一些东西粘液什么的 我们去看病 这个时候有可能已经存在恶性肿疗了 所以我们用力过猛的情况下呢 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 还有一个潜在的很危险 非常使劲的用力的时候增加抚压 对于一些有心脑血管疾病基础的病人来讲 很危险 是的 还有一些人在这一使劲的时候 中风 脑血管 对 或者是心脑血管出现问题 所以一旦我们肝硬的大便 已经快要排出来 但是非常困难的时候的话 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 而不是盲目用力 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有开塞路 甚至还有物理的化学的方法的话 软化大便 让它方便排出来 而不是盲目的用力 危害我们自己的健康 是的 又来了一封信 我们看看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 我们看到又是一封来自肠道的警报信 肠道警报信提出我们 排气异常 便秘等症状 都是肠道疾病的早期预警信号 那么下一封肠道来信 会带来哪些肠道疾病的蛛丝马迹 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呢 这回这个便秘跟刚才的不太一样 这是什么 明显好像吸了一些 看来是腐蟹 腐蟹又代表什么呢 腐蟹和便秘都有可能代表我们肠道菌群的紊乱 我们都知道我们肠道正常的蠕动就能形成规律的正常的大便 蠕动的慢了 我们大便呢 就是困难的 就是便秘 但是蠕动快了 我们就导致呢 腐蟹 如果我们的肠道受了有害的细菌的侵害 那么我们回吸收水分的能力下降 这导致大便含水量非常高 那么就是腐蟹的发生 刚才张医生讲的这种情况呢 经常会出现我们说吃的东西里面带有大量的这种不好的细菌 夏天我们说吃的不干净 对 要是少量的我们就把它清除了 非常大的情况我们机体清除不了 而这种坏的细菌 它除了会释放毒素 它还会抑制我们正常的菌群 好细菌的数量大大的减少 所以不能再小看这个腐蟹 如果严重的腐蟹 会导致我们这个电节脂的紊乱 严重的话导致脱水 休克 低血甲 导致的这种心理失常会也会有心理危险 对于我们大家来说 因为我们不是医生 我们就特别想知道一个概念 腹泻 拉肚子 我一天跑几次厕所 算腹泻呢 如果一天大便超过了三次 而且呢是那种吸便或者是含水量很大的大便的话 就可以称之为腹泻了 而且呢就有一些科学的机构的话 甚至推荐的话 不要把次数作为主要的标准 就是我们大便的重量 含水量 如果要是很多的话呢 那说明肯定还是有问题的 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 我们说到很多肠道寄出的警报信 都是要告诉大家 在春节之后 很多问题出现了 源于我们肠道的军群发生了改变 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我们在春节期间发生了这样的改变呢 现在我们就一块去把原因找出来 实际上在春节期间 我们肠道里面的这种好细菌 无时无刻的在受着折磨和煎熬 所以有些人 总于在春节期间出现这样一些隐患 那么这些人都有一些共同的行为 我们就回到春节期间 看看 你在大年三十 究竟都干了些什么 回到大年三十那天晚上 一般大年三十晚上 我们都要做什么呢 几位大医生都要干嘛 我在值班 哦 辛苦了 我在值班 都在值班啊 那我们就说说啊 如果值班的时候 如果没事的话 我也会看 春晚 没错 我们很多人都熬到深夜 跟主持人一起 看倒数 迎接新年的到来 那个叫守岁嘛 守岁 气氛还是非常的喜庆的 是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 在我们守岁 等待新春到来的时候呢 我们肠道已经开始受到影响 正常情况下 这是白天 这是黑夜 是的 这是我们的肠道 嗯 那么我们的肠道呢 跟我们的作息时间是一致的 白天的时候呢 好军群 他在工作 是 晚上的 他也会休息 这叫我们的生物中嘛 到了年三十的时候 生物中发生了变化 颠倒了 注意啊 我们的时间 黑白发生了颠倒 我们注意到 在颠倒的时候 我们注意肠道里面 原来都是蓝色的好细菌 在你颠倒了 它的生物中的时候 蓝色的好细菌的生物中 也被颠倒了 这个时候 坏细菌 我们说红色的 就会沉须而入 嗯 熬的越晚 伤害越大 对 你不光看完了那个倒计时 你倒计时后面的节目 你接着看 然后又看了一遍重播 然后你看看 这时候黑夜白天 完全颠倒了 是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肠道里面的菌群就完全的失调了 很多人他可能不止熬一夜 要熬很多夜 那么这样的话 时间久了之后 这个肠道菌群就在这几天当中持续紊乱 最后这个健康隐化就埋下了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春节期间还有哪些行为会影响到我们肠道内的菌群呢 实际上这个行为呢 已经摆在了我们舞台的正中央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麻将桌 很多人在过年期间都会去打这个麻将 是的 哎呀 其实啊 要说打麻将也会造成我们肠道的菌群功能的失调 也会造成隐患 一提到这个打麻将呢 我们可能想到 可能有些人会比较紧张 那当然了 一抓 哎呦 杠子 一拉 你看看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胶感神经会兴奋 胶感神经兴奋的时候 我们等个的肠肉都会减慢 植物神经就会减弱 就会导致更加的便秘 尤其是老年人 你看手气这么好 得便秘了 是 张医生你看 现在您坐在这个位置 看电视也是一个久坐 尤其是像晚会都很长几个小时 很多老人就会一坐就坐几个小时 这些是不是都会影响到肠道的菌群呢 坐在沙发上非常放松 我们大部分肌肉都处于放松状态 是的 我们的肠道的蠕动的话呢 也会比较慢 这样的话 长期这么做的 对我们肠道的正常的健康蠕动 有影响 甚至影响排便 现在呢 张医生就要教我们做一套操 这个操呢 是在我们久坐的时候 用来促进肠蠕动来缓解便秘 或者说预防便秘发生的 那我想我们电视机的观众 在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候 已经看了一段时间了 也需要活动一下 我们邀请现场的 以及电视机的每一位朋友 跟我们一块来学一学 这个肠蠕动操 有请张医生教给我们 首先呢 我们要做好 做正哈 双腿呢 要并拢 双腿要并拢 然后呢 我们深吸气 深吸气 然后缓慢地呼出来 对 然后呢 我们身体呢 略向前挺 然后我们呢 向左 向右 转动一下我们的身体 其实也就是活动 活动我们的这个 上身 好 那第二个动作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两腿分开了 两腿分开了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双手啊 要按在我们的这个丹田处啊 我们都知道啊 丹田用力的这个丹田啊 在我们旗下这个位置啊 我们把它按住之后的话呢 呼吸 然后慢慢地把身体前挺 对 然后这样的话呢 一直到我们的手腕呢 碰到我们的大腿 手腕碰到大腿 对 对 我们的手腕呢 看我们的手腕碰到我们大腿 这样的话呢 我们往反的话 再做一次啊 按住丹田 我们丹田的话呢 要用力压我们的这个小腹 然后呢 我们慢慢地把它压下来 对对对 然后我们手腕呢 碰到大腿 这样的话呢 也是对我们的腹部的话 像按摩一样的作用 好 第三的话呢 我们也是啊 我们双手的话呢 在丹田处 做一个缓慢的按摩动作 生物中紊乱 精神紧张 扭作等因素 会导致肠道坏细菌 大量生产 损伤肠道 在过年期间 还有一种人人都会吃的食物 如果长期大量食用 也会破坏肠道均群平衡 甚至增加肠癌的风险 那么这种危险的食物 究竟是什么呢 春节期间我们吃的东西 跟我们平时结构不太会一样 怎么着也得多吃点好东西 但是这种食物结构的变化 就可能会导致我们摄入的某种元素增加 就是什么 神奇的红色粉末 那么这个东西当我们摄入量增加的时候 不仅会引起我们胃肠道的菌群的失衡 更严重的 它会直接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的一个增加 比如说心梗 脑梗 血管硬化 这种元素就存在于我们平时经常吃的一种食物当中 只不过这种食物通常在春节期间 我们的摄入量会比平时要多 在春节的餐桌上我们看到的确是肉类居多 但是我们是有选择的 我们是瘦肉比较多 肥肉已经相对比较少了 问题就出在这个瘦肉上 实际上它就在瘦肉里 事实上这种物质的话呢 它是一种生物的碱性物质 从食物里主要来源于瘦肉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 我们为实验用的这种小鼠的话呢 如果喂食一种从瘦肉里提取出来的这种物质 那么喂了比较多以后呢 这部分小鼠的话呢 它的动脉 它的血管发生硬化的机会就很高 反过来的话呢 这种物质很少的那种食物成分 它们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这个道理的话呢 源于这种物质进入肠道之后 我们肠道里面有可能会存在一种坏细菌 这种坏细菌的话呢 借助这种瘦肉里面某种成分的话呢 把它代谢成一种对我们人体有害的物质 肠道吸收之后 入血到肝穿过肝 然后这些物质就会损害 我们的血管导致我们的动脉运化 是这样一个过程 而且这种东西呢 它只存在于红瘦肉当中 红瘦肉里面尤其以羊肉这种成分的相对来说比较多 那么我们呢 不是说不吃肉 而是我们要合理搭配红肉和白肉 但是的话呢 少量摄入或者是合理的膳食的话是不存在问题的 多少是合理的 量的话呢 不要太大 有一个说法 就不要超过我们巴掌这么大的一块肉 是我们每天摄入的这个量 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发生这种危险的情况 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春节假期 我们体内可能已经出现了军群紊乱 这种隐患可能引发肠癌肝癌以及心血管疾病 那么在春节后 我们如何改造这种肠道的春节病呢 接下来大医生向您推荐 节后修复肠道的三大法宝 说来信这个信就来了 好像这次的感觉呢 跟前几次不太一样 我们看看是什么 因为你看果然是不太一样 我们看前几次呢 它这个信上给的是一个红色的 而且还是带着这个骷髅头的 但是这次呢 给了一个笑脸 这里面有一个明信片 上面写了三个字 一杯水 同时还很人性化的 给了我们一个透明的玻璃杯子 所以这一杯水代表的是什么水呢 这一杯水是什么时候喝的水呢 这一杯水的话 对我们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早晨起来喝一杯水的话呢 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 为我们早餐做好准备 我们看看我们这里有五杯水 看看大家会选择哪一杯水呢 每天早晨起床后 喝一杯水是最简单有效的保护肠道的好方法 而这杯水的挑选也非常有讲究 有些水可以保护肠道 有些水却可能损害健康 那么茶水 盐水 白开水 蜂蜜水 苏打水 究竟哪种水是肠道保养的法宝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调查 来看看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当中 谁是早上起来要习惯性喝茶的 很多中老年朋友早上起来以后想喝杯茶 茶水并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我们都知道茶水里面是有茶碱的 空腹喝茶的话 茶碱的话可以 对我们的胃酸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另外如果我们已经有慢性的胃炎 有溃疡的话 茶碱也能刺激我们溃疡面 不会让它的很好的预测 所以早上空腹喝茶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们看到这一杯是淡盐水 那么晨起通福喝一杯淡盐水 好还是不好呢 早上起来喝淡盐水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在夏天的时候比如说出了很多汗 那么喝点盐水可以补充一些电解水分 但是一夜睡觉没有喝水 而且你继续身体上再排泄一些 比如说出汗 实际上你的血液是浓缩的 那么这回你要喝这个盐水 才会加重这个血液的温度压 会导致这种血液的高盛控性 尤其对一些高血压的病人 也是有坏性 尤其是严敏感情的高血压患者 会非常受影响 好的 淡盐水out 这个是很多人的选择 这一看就是蜂蜜水 好多有这个肠道问题的人 都会选择在尘体空腹温的 蜂蜜水一杯下去 双双肠突变 对 很多人这么说 实际上蜂蜜 对我们的胃肠道是非常有好处的 尤其是它能够刺激胃肠道的蠕动 另外它含有一些糖分 糖分最后也会转化为水 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讲 尤其是有糖尿病的病人 蜂蜜水就不是首选 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讲 还要控制摄入过多的一个蜂蜜 对 所以这个中老年人需要考虑的 对 有一个误区 就是很多爷爷奶奶认为 蜂蜜不是糖 其实蜂蜜是非常甜的 里面也是有很多糖的 所以一样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祝剩下白开水了 认为早上起来 后背白开水可能还是不错的 但是其实有比白开水更好的选择 对 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 弱碱性水的话 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尤其是清晨服用的话 它可以中和胃酸 而且对我们的肠道也一定的好处 那么早上空腹的话 喝弱碱性水的话 比白开水效果要更好一些 这个弱碱性水 是不是就是苏打水 我们在家里配的时候 用小苏打还是比较现实的 但是现在市面上 有直接卖的现成的苏打水 也可以 但那种是有气的 最好是无气的苏打水 那这个苏打水在早上起来喝一杯 这一杯我们可以喝多少呢 我们早上起来也不适合大量喝水 我们一杯苏打水 大概200毫升左右的话就很好了 每天早晨起床后 空腹喝一杯无气苏打水 可以有效保护修复肠道 那么下一种保护肠道的法宝是什么呢 看来肠道又给咱们送礼物了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礼物是什么 很体贴 是一个新型的很漂亮 拿着这么小心翼翼的 这里面容易撒 什么东西 这又有一张明星片 我们看看是什么呢 上面写着了 一勺胶 果然是 这是一碗胶了 那么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食物 看起来像胶状的 我们平时只要吃一小勺 就能够有效地改善我们肠道的这种菌群形成 那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这种胶状的食物呢 是我们肠道的一个黄金食物 对于我们肠道的好细菌来讲 它是最好的营养 就是说这个是肠道的好细菌的食物 是这样的 他们喜欢吃的东西的话呢 应该包含在我们的食品里 他们健康了 我们全身才能健康 他们吃到了果胶之后 快乐地生活起来的话呢 还产生很多蔫皮 这样的话呢 它已经活跃了 全身的这个肠道的健康的话 就有保证了 也就是说我们除了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之外 还要把肠道里的好细菌也养得白白胖胖 那刚才说了这个胶 可以去哪买到它呢 要出去买的话会非常贵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自制 自制 对 方法很简单 也很便宜 那原料又是什么 又如何来自制呢 马上请出心灵手巧的张岳老师 这个呢就是我今天带来的 说是秘密武器也行 我知道今天张老师呢 是要从一个水果当中 把它的精华 果胶给它提取出来 没错 张老师究竟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水果呢 平安果 平安果 这个苹果可以说谁都爱吃 也家家都有 那么这个苹果里的果胶呢 尤其在这个果皮里边 还有丰富的果胶 所以今天呢 这个皮呢是不能弃掉的 这苹果呀 第一个老年人吃起来硬 对 尤其是那果皮还没法吃 你刚才说了 那果皮里面果胶还特别多 对对 总不能让我们吃苹果皮吧 对不对 那你要做成果胶呢 一勺就够了 就顶着一个苹果 所以说吃起来比较方便 不需要的东西都去掉了 把它的精华部分 果胶给我们留下了 好嘞 来我们看看张老师 怎么做 其实这个大家都会给它 把这个部分呢 一定要给它去干净 它是藏污纳垢最多的 处理完了之后 把它切的呢 碎一点 因为一会儿呢 要在这个锅里煮 煮的时候呢 让它切的块小一点 一个呢 它是把这里边的营养成分 充分地给它煮出来 再一点呢 缩短它煮的时间 这样处理了 一般的这个苹果切好了 我们就尽快地把它 放到里面去煮 对对对 在水滚开的时候 我们把苹果呢 给它放进去 那张老师 这个水的比例 和果胶的比例 要多少呢 为了让它煮得更充分一些 我倒了这样的碗 两碗水 放到锅里之后呢 中火 再把它继续熬煮 大概是在一个半小时 我们才能够把它 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大家看我今天呢 用的是玻璃锅 在家里熬的时候 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熬苹果水啊 千万不能用铁锅 因为铁锅熬出来的苹果水 就容易被氧化 为了节省时间呢 您可以用高压锅 其实高压锅呢 用十分钟开锅 冒气 十分钟这个水呢 就可以熬好 我今天呢 就是为了演示 所以我用的是 普通的玻璃锅 要用一个半小时的熬煮时间 为了节省时间呢 这是我提前在家里边 已经做好了 熬了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就是这样子 对 熬了一个半小时 大家看 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然后下一步呢 还要再把这个熬好的苹果 给它处理一下 准备好这样一块干净的白纱布 然后呢 把它放在一个比较大的碗里边 然后直接的把这个汤汁呢 就使点劲 给它都攥到这里边 攥到多么干 对 这是最合适呢 对 越干越好 对 越干越好 你有多大劲 使多大劲 那我来 一点都不安下 越干越好 这样里边的果胶呢 才能够充分的 给它挤出来 嗯 好了 挤干净了 可以了 可以了 然后我们还用刚才的锅 把这个再倒进去 嗯 再继续的熬煮 在这种情况下呢 再熬煮20分钟就差不多了 最后的成品呢 就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今天从苹果当中 熬出来的果胶 好 谢谢张远老师 谢谢张远老师 大医生推荐的捷后 保养肠道的第二个法宝 就是果胶 果胶是肠道中好细菌的食物 可以调节肠道菌群 保护肠道 那么 除了果胶之外 下一种保护肠道的法宝 是什么呢 春节后 我们都会收到 肠道发来的警告信 我们来看看身体 到底给我们传递了 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肠癌患者 肠腔里面的细菌的构成 跟我们节后的情况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肠道排气 尽管可能预示肠癌风险 到底是抽的癖好 还是不抽的癖好 危险体积存在 大医生教您 结构清肠法 马上 毕生源长润茶 独家过名播出的 我是大医生 功能好茶 毕生源 感谢本栏目战略 合作伙伴 井富康药业的大力支持 早晚两包井富康 井椎越来越健康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是大医生 唯一官方授权同名图书 我是大医生 医生不说你不懂 在2016年1月 已经全面问世 各位观众 可以到各大书店 还有网店购买 同时呢 请大家在看节目同时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我是大医生 诶 又来新了 又来新了 诶 这个盒份量很足啊 哦 这里面又有一封 一芯片 看什么呢 主食家 什么意思 我们要提升 我们肠道的健康程度的话呢 我们还要从主食抓起 要提升我们的主食的档次 提升主食的档次 对 我们现在的主食呢 越来越缺少一种物质 那么少了这种物质之后的话呢 我们的肠道 它的蠕动就会减慢 整体肠道的这个健康程度 就会下降 甚至呢 增加我们便秘的风险 那么究竟是我们身体当中 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物质 才能使我们不便秘呢 我们来看一个实验 来 我们制作的粪便呢 是两种不同的类型 王医生呢 这个是普通食物产生的这个粪便 对 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吃的细粮 什么之类的 我这个粪便呢 除了一样的粪便成分之外 加了这样一种成分 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物质 我们看看加了这种物质以后 这个粪便会变得有什么不同 随着咱们这个生活越来越好 吃的东西都特别的精细 那么这些精细的食材呢 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它产生的这种食物残渣 非常非常的少 大便在里面运行的过程当中 水分不断的吸收 那么这个大便呢 就会越来越干燥 而且它这个东西呢 非常非常的粘稠 最后呢 我们要比较一下 我们俩制作的这个大便 谁的更干 谁的更不容易拉出来 罗医生这个体积超大的 两位大医生成了大便达人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揭晓结果了 我们把这个抛开 哎呀 哎呀 我们再来看这个 你看到没有 效果出来了 很明显 加了这种东西以后呢 这大便呢 就不容易结块了 哦 那个代表的是 能够让粪便体积增大的膳食纤维 哎呀 太聪明 没错 我们都知道膳食纤维 对我们人体啊 非常有好处 而且缺乏膳食纤维的饮食 长期摄入的话呢 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 那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啊 膳食纤维摄入减少之后的话 我们肠道内的菌群 是非常不开心的 嗯 也会引发很多疾病 我们膳食纤维的话 分可容性和不可容性的 是的 这两种纤维的话 都可以增加粪便的体积 可以保住肠道足够多的水分 是的 那么它就有利于排出去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 可容性的膳食纤维 它本身呢 它还是我们肠道菌群的食物 肠道菌群有丰富的食品之后 才能工作正常 我们人体才能获益 对 所以呢 我们保证大便通胀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的话呢 是我们要摄入足够多的膳食纤维 尤其是可容性的膳食纤维 多摄入可容性膳食纤维可以有效调节肠道菌群 保护肠道 缓解便秘 那么今天大医生推荐的这种升级版的主食 究竟是什么呢 在普通的主食中 加入哪种神秘食物 可以辅助缓解便秘呢 来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东西 肯定得加上这个东西 对吧 主食加上这个东西 这东西完全不认得 好像有点那种 就是海洋里面的那种兴器 这个应该叫洋漆菜 好像是在海边是可以收集到这个东西的 这种海藻类的 肠道来信 从事也送来了礼物 这个洋漆菜怎么样跟主食搭配 让主食升级呢 马上请出张岳老师 今天我们来看看张老师 怎么来做这个洋漆菜 关于洋漆菜的营养成分呢 大医生已经充分地给大家介绍了 大家看看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已经泡好了的 我提前半个小时就把它泡好了 今天的洋漆菜和米饭蒸在一块呢 还需要一些胡萝卜丝 因为这洋漆菜大家看很细 所以我们胡萝卜丝呢 也尽量切的 不许差不多 洋漆菜买来的时候都是干的 我们要用温水 给它泡个半个小时 对对对 它就发开了 对 这里面富含可溶性的泛食纤维 我们要把鸡蛋给它处理一下 准备好了之后 准备好了之后 下面呢 我们还要把一个鸡蛋给它处理一下 要搅吗 搅 好 我来 倒一些油进去 就是高的看着 倒进去之后呢 要马上搅 搅的时候呢 不能顺着一个方向 要乱七八糟的搅 搅散了 搅散了 因为一会儿呢 我们要把它放在米饭里边 你看这个胡萝卜丝啊 和这个洋漆菜呀 它本身都是特别的细碎 所以这个鸡蛋呢 也不能炒的块太大 不用加盐了是吧 一会儿再加 做米饭嘛 然后胡萝卜要炒吗 胡萝卜对 对 因为我们说胡萝卜素是脂溶性的 对 所以跟油放在一起 它更容易吸收 给它 先炒一下 把这个胡萝卜炒它秧了之后 就可以给它 对 放在一起 还要处理这个洋漆菜吗 是 然后呢 我们拿出一些 拿出一些之后 这个时候 再撒一点盐进去 这个不要太多 我们给它 稍稍地撒一点盐 然后把它拌匀了 拌匀了之后 你看 比如说我们今天呢 要焖这么多的米饭 先把这米呀 先倒进去 再按照自己家里平常做饭的习惯 软点呀 硬点呀 都自己来掌握 把它和匀了之后 我特别关心的是 这个洋漆菜 现在放进去 还是蒸熟了再放进去 现在放进去 现在就放进去 现在放进去 让它这个味道呢 更深的 更多的 入到这个米饭里边 把这个事先拌好了的 洋漆菜呀 胡萝卜呀 还有鸡蛋 给它平铺在表面 平铺在表面 一定要注意平铺 如果你一嘎的一块堆到那的话 等你盛的时候就不那么均匀了 盖上锅 这个呢 就是今天做好了的 洋漆菜 胡萝卜 鸡蛋 焖米饭 大家呢 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来做一下 味道真的很不错 谢谢大家 其实我们说 很多的绿叶蔬菜当中 都是富含膳食纤维的 但是比如说 一些膳食纤维 比较粗的 比较丰富的 比如说像芹菜 这样的菜呢 建议大家 尤其是肠胃不好的人 要切碎一点吃 避免便秘的发生 又来好东西了 嗯 一礼物 接着一个 一个接着一个 笑脸 接着一个笑脸 看一下 大鱼六十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看这里面是什么 紫酥紫油 看到这个明星片上的字呢 我们可能会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大鱼六十 究竟是意味着一种 什么意思呢 这应该是指大于六十届的人 老年人都比较注意养生 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节目 都会讲这个高血脂啊什么的 所以老年人呢 有时候都害怕 不敢吃油 所以实际上呢 这些油脂 对我们肠道来讲 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少量的使用一些油 促进肠的蠕动 就减少便秘的这种现象 紫酥紫油啊 它是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比较高的 我们平时呢 说老年人 应该减少 饱和脂肪酸的摄入 饱和脂肪酸 就是什么动物性脂肪嘛 对吧 那么紫酥紫油呢 它里面含有的 不饱和脂肪酸 要超过60% 而且最好的 就是它里面 没有胆固醇 我们给大家念一下吧 每100克的 多不饱和脂肪 是79克 同时单不饱和脂肪 是13.6克 按照刚才我们 尝到给我们来信 写的这些好东西 早上起来呢 一杯200毫升的 没有气的苏打水 然后呢 饭前来一勺果胶 同时呢 在吃主食的时候呢 用今天张宇老师 教我们的 洋漆菜升级版的主食 来增加一些膳食纤维 这样的话 就可以帮助我们 截后 打造一个完美的肠道了 还有好东西啊 怎么还有啊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的贴心礼物 这个分量很沉 我能感觉得到 哇 奶酪嘛 我们一人一杯了 到了大医生 下一心的时间嘛 但是我们在吃这个奶酪 之前先来问一下 张医生 今天我们讲到的是 打造完美肠道 那么这个奶酪 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奶酪 以及其他的一些奶吃品里面 含有低聚糖 那么我们肠道的细菌的话呢 也把低聚糖 作为他们的食品之一 也就是说 我们的好细菌 也是爱吃这个奶酪的 不光我们爱吃 我们肠道里的好细菌 也爱吃 在我们品尝这个奶酪之前 也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呢 自己制作这个奶酪 并不复杂 今天大医生 就要教你如何自制奶酪 而且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找到了一个 皇家宫廷奶酪的秘方